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瓦项目实战 嗨购网红商城 上一次课我们实现了在右上角购物车的商品信息显示 那么本次课我们接着这个按钮去结算 在这个结算按钮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叫查看购物车 它的数据跟之前我们将鼠标移的右上角是一个效果 仍然是从购物车里面查询相关的数据 那么购物车里面有商品的ID以及购买的商品数量 那么在这个页面打开的时候 我们肯定也需要发送JX请求到后台进行数据库的查询 所以这个界面的绝大部分代码 跟之前的那一段JX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个页面呢 我就直接在cut.jsp里边来进行 首先呢 我们使用jquery的方式 我们先把这一段代码拿过来 从这儿呢 一直copy到这里 我们仍然呢 先弹出一下R 同时呢 有几个数据呢 在本页面里面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们呢 可以去掉 比如说 Rose number 这边也去掉 好 我们现在呢 回到页面 进行刷新 它的效果呢 应该跟之前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呢 通过购物车里边的商品ID 到后台去进行RJX的查询 那现在呢 我们既然得到了数据 我们应该想办法把它放在 底下这个table上面 那我们的思路呢 也是使用一个art template来实现 我们来看 这一次呢 我们将 TR这一段 拿上来 作为一个模板 拷贝下来 这段呢 我就可以来进行处理了 那么仍然呢 是使用 Json.pass 然后呢 有一个total money 这里呢 进行循环 这边是需要的 我们考过来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方法呢 都是我们之前用过的 这需要改一下 这边呢 这边呢 我们也需要 确定一下 我们是需要将这个模板的产生在这个tiboli里边 我们呢 设一个ID 叫goes list 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下边还有一个中的金额 我们也确认一下 在这叫sum price 好 我们呢 先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那我们看到呢 已经出现了两条记录 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将数据呢 给显示在这个table的单元格里边 同时呢 我们需要注意 由于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按钮叫去结算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考虑 这些数据 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传到下一个界面 那我们可以考虑呢 使用一个表单来进行提交 这个表单呢 我们可以加在 这 先把action准备好 至于这个里边填什么呢 我们后边再来收 然后呢 后边我们可以呢 使用脚本来进行提交 所以呢 我取一个id等于from1 那如果我们使用表单提交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goodlist里边产生的tr呢 我们就需要考虑它的命名了 那比如说像这个地方的src 它没有什么讲究的 这边呢 直接使用缩列图 这边是name 好 到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超链接 这边呢 这边呢 有一个价格 好 接着这里有一个数量 这个后边呢 应该是用单价乘以 数量 好 我们呢 先来看一下 这些数据能不能正确的显示出来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有缩列图 包括有商品的名称 还有单价 以及这边数量 还有小计 包括这个里边 总金额 但是呢 我们如果需要提交表单的话呢 我们要想清楚 到底哪些数据呢 我们应该提交过去 由于这里可能会有多条商品的信息 所以我们肯定需要提交 每一个商品的ID 以及相对应的购买数量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考虑 如果我们需要这样传参数的话 我们在这个命名上面 就一定要有讲究 所以呢 我们可以考虑呢 这样的一些用法 比如说我在这个TD里边呢 我加一个隐藏表单语 它的名字 我们等会呢 要设计好 它的值 就是ID 同样的 这个数量呢 在这 input它 这里呢 也没有给名字 那我们呢 肯定要设计一个 name 因为当我们提交表单的时候 我们要的 就是商品的ID 以及 商品的购买数量 这两个数量呢 由于在table上面有多条 所以我们肯定要考虑 如何将它传到action里边 那我们后边呢 准备在 提交订单的时候呢 使用一个订单的名系 来接受这样的数据 那么每一条订单名系呢 就是一条商品的信息 那么如果有多条商品呢 我们就使用一个订单名系 它的list 来接受这样的数据 好 这是我们后边讲到订单的时候呢 再来设计的 那现在呢 我先把名字呢 设计好 订单名系 我们使用一个索引 里边呢 订单名系里边是有一个购置的 所以我就传一个 订单名系的一个元素 里边的购置.id 这样的话呢 用来封装一个商品的id 那么这个值 我们就从0开始 那么每循环一次呢 就会加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有一段代码需要补充 我们呢 可以在 模板产生之前 生命一个 所以 让它等于i 接着呢 我们再使用这样一个addjection 将一个indexed呢 作为json里边的 一个新的元素呢 加进去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json除了有id 以及呢 商品的名称 价格 缩类图 还有商品的购买数量 现在呢 又多了一个索引 那么有了这个索引呢 我就可以把它 拿这来 这样的话 形成的一个内幕呢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如果说这一段 你还有点没看清楚呢 那么在我们后边去 编写action的时候 你就应该搞明白 action里边的属性呢 它是一个list 这个list里边类型呢 是一个word details 也就是一个订单的名细 就代表这里边一条记录 好 照这个思路呢 我们 这个商品的数量呢 我们呢 也是这么来设计的 不过呢 它就比较直接 直接使用呢 numbers 好 现在呢 我将这两个名字呢 也去好了 当然 现在的效果呢 应该是跟之前一模一样 那么我们主要是为了下一步 去结算 来做准备 因为去结算呢 这个地方 需要将所有的商品ID 以及对应的商品数量 都作为请求的数据呢 传到下一个action 然后呢 转到这个界面 由这个界面来进行呢 提交订单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我们这个商品的立即购买这呢 我们仍然会有这样一个结果页面 所以有两个界面呢 能够到填写核对 订单信息 那我们都是呢 使用一个word details来接受 所以呢 对于前面这个立即购买 我们也知道 应该怎么传参数了 好 我们呢 回到这个购置服用 当我们点击立即购买的时候呢 在这 那我们呢 不能够直接到一个order add.gsp 我们使用一个函数 叫order下环线 add 好 这个add呢 我们来改一下地址和参数 那么我们后边呢 肯定可以设计成一个order add 好 关键来看参数 我们准备呢 使用刚才的一个写法 order details 这边呢 使用0 够子.id 按掉一下 我的detail是0 0 点 numbers 等于 后边只要加上 用脚本取到 这个by numbers 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函数的话呢 它传的参数 跟我们刚才在查看购物车里边 这个效果呢 点击去结算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是将查看购物车 这个功能实现了 并且结合着立即购买这个按钮 来设计了一下提交表单的参数 那么由于他们的提交表单的参数呢 都是使用一致的方式来设计的 那么当我们下一次课 点击去结算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订单的信息呢 我们就应该能够统一的处理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就将购物车的相关功能 给大家介绍完了 这个里边呢 主要是涉及到一些脚本的使用 所以呢 大家在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 要把JavaScript相关的一些技术点呢 找到好 不然的话呢 这些效果呢 你很难写出来 好 那本次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